综艺节目里面的鉴定单元最近很火 这位好久不见的英文老师Tony Chen 他带着他心目当中觉得最有价值的宝物 上节目找专家来鉴定 但是没想到他花了大钱 却全部被认定都是假的 蓝色背心蓝色蝴蝶领结 好久不见的英文老师Tony Chen 又出现在荧光幕前 还秀出他的之前宝物 老板你休息一下我们先借一下 对 对 消货不爱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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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唯一拥有价值五万元的名牌包包 却被大家一眼看出是个假货 没有发牌的几个钱 我八十年到美国游戏 八十年 二十年前 老师吗 对 这是一颗玻璃 玻璃 还有这个号称易克拉的钻剑 马上被鉴定是试破 只是个玻璃 花了大笔钱 却被鉴定通通都是假 所以Tony Chen不死心 再度秀出对他意义重大的棒壳观音 是谁收了你五十万的 呃 他是本身是一位渔夫 他渔夫他跟我说 他就是捕鱼的时候 然后呢他是钓鱼 钓鱼的时候他想说把他的鱼饵 把他打开 然后你 你猛发现你没有 这个 这个 因为这是我内心的命运 我不是这样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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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到过世的复兴 Tony老师难过痛哭 让在场来宾不敢多说话 就连一旁的鉴定师也赶紧打圆场 难说心目中最有价值的宝物 跟大家分享 却被众人认为Tony Chen根本就是被骗钱了 不过他本人却有不同观点 搞笑的Tony Chen秀出宝物 再度出现在鉴定节目中意外掀起话题 专层网站台锋仪台北传闻报道